在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许多神秘物体,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难以对它们做出解释。 比如不同类型的星云、星系、恒星,当然还有黑洞。 但有些物体乍一看似乎很正常,但当你从不同的频率去观察它们时,会发现它们极其神秘。 探索MWC349,银河系难以置信恒星的未解之谜。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179期,让我们观星和璀璨,探宇宙奥秘。 在天鹅座中,有一颗非常奇特的恒星,它没有正式的名字,但有时被称为MWC349,有时也被称为V1478 Cygni。 科学家们目前对它的理解还很有限,因为不确定它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这个物体是无线电波段中最亮的天体之一,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频率下, 它发出的辐射是我们能观测到的最亮的。 此外,它还是一种激光发射器,能够发出激光和微波激射现象。 最近,科学家们在研究它时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性。 我们知道它很可能是一颗恒星,但却是一颗极其不寻常的恒星,在我们银河系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我们知道,这颗恒星距离我们大约4000光年,可能位于天鹅座OB2星团附近。 天鹅座OB2星团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恒星形成区域,有许多新生恒星正在形成。 因此,有人认为这颗特殊的恒星可能早期从星团中逃脱了,但这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事实上,这个星团中还包含许多其他在之前研究中发现的神秘物体。 这颗不同寻常的恒星位于星团稍远处,总质量约为38个太阳质量。 尽管它的外观可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但科学家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双星系统,甚至是一个三星系统,其中两颗恒星都相对较大。 这些推测是基于对恒星光变的观测,光变曲线显示有物体在绕着其他物体运行。 这两颗恒星看起来都像是正常的巨型热星,其中主星显得异常明亮,并且有显著的质量损失,可能还有一个围绕它的圆盘。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特性在年轻或演化后的老恒星中都是正常的。 然而,除了常规观测,还有不寻常的现象。 例如,这颗恒星在无线电波段中极其明亮,特别是在两厘米的波段中,形成了一个不寻常的杀戮状星云。 而在红外波段下观察MWC349时,会发现类似的结构,但其直径至少大400倍,约为15光年。 如果继续观测,还会发现一些非常不寻常的辐射现象,我们称之为激光和微波激射,这些是通过受激辐射放大的光和微波。 基本上,恒星周围的某些物质导致了大量的可见光和微波变得异常强烈,这就是激光的定义。 MWC349的这些奇特现象让科学家们深感困惑,但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MWC349的历史,它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 当时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了类似的微波激射现象,一些人认为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新物质产生的,称之为神秘物质。 然而,经过深入研究,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解释,这些微波激射器源自银河系周围的各种气体云,尤其是其中的氢氧化物分子。 当这些分子被激发时,会释放出微波,并随着分子数量的增加,微波被放大,形成微波激射现象。 银河系中有许多微波激射来源,包括各种恒星、星云、甚至彗星、行星,以及星际和星系际空间。 而MWC349这颗奇特的恒星,不仅产生微波激射,还能够发射激光。 这很可能是由于恒星周围存在某种吸机盘,吸机盘包含多种不同的气体,并且能够产生不同频率的光放大。 这使得MWC349成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天体,不仅是最亮的无线电源,还向地球发射激光和微波激射。 如果来自MWC349的光勇模式,有人可能会怀疑这是某种外星文明的信号,但根据目前的观测,辐射显然是自然现象。 由MWC349周围圆盘物质以及恒星本身活动共同作用,导致了产生特殊辐射现象。 观测表明,恒星周围确实存在某种圆盘状物质,与恒星的强烈辐射相互作用,产生了这些效果。 事实上,科学家们认为这颗恒星已经失去了约15个太阳质量,因为它的活动非常剧烈。 尽管有这么多的研究和观测,关于MWC349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比如,没人确切知道它的年龄,这是一颗超级年轻的恒星,还是一颗即将发生超新星爆发的古老恒星?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许多研究团队都在集中精力进行深入探讨。 最近的一项研究讨论了其他一些非常不寻常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这颗恒星的独特性质。 在对微波机设的分析观察中,科学家发现MWC349还发出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喷流。 这些喷流中的物质以大约每秒500公里的速度运动。 恒星周围的圆盘直径至少为50个天文单位,这个规模实际上与太阳系相当。 观测结果与许多其他非常年轻的恒星,如赫比格、哈罗天体、HH天体非常相似,这些天体通常具有非常相似的喷流,物质从恒星的两极方向喷射出来。 恒星喷流现象本质上是由圆盘的磁性和恒星内部超强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的。 由于强大的磁力相互作用,有时会导致恒星变得非常紧凑,而在其他时候又会使恒星吸收大量物质,成为极其强大的巨星。 然而,这些喷流通常会抛出大量物质。 根据对无线电波的观测,我们只能推测MWC349磁场非常强大,具备许多其他恒星所没有的特征,比如激光和不常见的激光发射现象。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这颗恒星究竟是什么? 目前来看,MWC349似乎确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天体,可能是从天鹅座OB星团中被逐出的, 并在独自旅行过程中获得了各种不寻常的特性,因为主星开始失去大质量。 但如果这种现象很常见,我们应该在宇宙中看到更多类似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MWC349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天体,因此发现这些例外情况确实使天文学变得如此有趣。 未来几年里,科学家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类似的有趣天体,或者进一步揭示MWC349超强无线电。 发射的真正起因。